就在扎拉布星人锁住了金次郎准备通下杀手的时候 一个屏障突然出现在了巴尔基星人的背后 将巴尔基星人打成重伤 是林奈出手了 巴尔基星人感受到了这个屏障中的斯派胸部能源 扎拉布星人瞬间提早砍下林奈 却被林奈单手一挥就击飞了 汪太郎和金次郎抓住机会立马补刀 一人一拳就送了扎拉布星人上了席天 林奈也不可思议的看着自己爆发出来的力量 巴尔基星人趁乱打算对林奈出手 但之前被斯派胸部之光皱伤的巴尔基星人 无论是机动力还是攻击力都比之前差了不少 被光太郎吊着锤 巴尔基星人没有办法转而聊天吸引光太郎的注意力 最后将武器队的剑磁狼抛车而去 被光太郎一个火球打爆 但巴尔基星人还是借着爆炸的力量逃离了现场 林奈也趁机躲了起来 光太郎和金次郎还在疑惑着 刚刚那个是不是奥特曼的时候杰克赶来 光太郎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拳头打在了杰克脸上 这冒着火着拳头啊 我看着都疼 原来光太郎误以为这个杰克是扎拉木型人变的 谁知道杰克放下面罩露出了人类的样子 这才解除了光太郎的怀疑 医院中远腾终于苏醒了 林奈找到了他的父亲想要问一些问题 远腾还没听问题 就直接说自己不知道为啥奥特曼会来袭击自己 隔着你家的根本就没查出来真假奥特曼的问题 你怎么隔着隔着呢 林奈现在知道了真假奥特曼的事情 当然也不会问这个 而是变身成奥特之母 再次解除变身 把他父亲搞得一愣一愣的 林奈问父亲啊 自己身体里面为什么会有力量 远腾刚开始还不打算回答 但在林奈的追问之下 远腾告诉林奈 林奈的母亲是外星人 哇 信息一下子就很多了呀 因为不同的种族不能泄血 也就是说 早田是不可能给林奈母亲泄血的呀 但是根据护士所说的话 早田是肯定泄了血的 所以泄血的肯定就是初代奥特曼了 真相大白了 林奈会四派胸母之光 初代奥特曼还给他妈妈献过血 所以他妈妈是光之过人 林奈的四派胸母能源 比劲刺狼还多 在劲刺狼那边 众人终于集结并且弄进出了真相 而这也仅现在科顿的内部 在外部 大鼓教授又在宣扬着 他自己为师的正义 用一些片面的 不符合事实的内容误导大众 谁知道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呀 根据剧情 他根本就没有被美菲拉斯些人控制 可能他是为了名声 可能他是为了多一点粉丝 干着自诩为正义 其实丧尽天良的事情 大众们也不会懂真实的情况 只知道跟着大流一起抵制奥特曼 林奈决定去阻止他 而此时的科兽队总部 也营养了一大群的特种部队 让他们全部控制住 电视上 林奈正在反驳大鼓教授 但大鼓教授的一句话 却问住了林奈 对呀 他为什么一直要帮奥特曼说话呢 他有什么理由帮奥特曼说话呢 哪怕奥特曼做的99%的事情是正确的 但只要做了有1%疑似错误的事情 那么不怀好心的人 就能把这剩下的99%的正确全部否定 美菲拉斯新人现身 绑架了林奈想要逼迫金子狼现身 金子狼来到美菲拉斯新人的面前 美菲拉斯新人使用技能困住林奈 金子狼逐渐爆发出体内的力量 似乎马上就要巨大化 变成真正的初代奥特曼 金子狼在美菲拉斯的引诱之下 强行解除了装甲的限制 并与美菲拉斯展开了激战 可这种程度的攻击并不能伤到美菲拉斯分好 美菲拉斯反倒是嘲讽起了金子狼 另一边的猪金团已经从扎拉布的嘴里 掏出了所有有用的信息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美菲拉斯的诡计而已 目的正是为了离间奥特曼与人类的关系 镜头再次来到战场上 为了逼出最强的金子狼 美菲拉斯甚至残忍的用电流折磨起零带来 眼见这一幕的金子狼 确实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甚至一度打得美菲拉斯只有淘宝的份 而这一切都被那些无良电视台派了下来 并加以病态的表述 称奥特曼是凶残无比的恶魔 不过此时的金子狼顾不上美女的恶意抹黑 她的眼里充满了复仇的怒火 一度将美菲拉斯打得生活不能自已 眼见胜利无望 美菲拉斯再次不讲武德的扣了一个大波 打算将金子狼的至爱林奈杀死 面对着四层相识的遗物 金子狼双手交叉 打算使用四派胸母光线抵消能量球的伤害 可四派胸母光线在抵消伤害的同时 还将城市化作了一团火海 美菲拉斯也借助四派胸母光线的力量 成功将巨大的舰队传送到了地球的上空 跑步间金子狼看到了初代伟岸的身影 可当他睁眼时发现 这一切只是一场梦境罢了 原来金子狼被北斗所救 此时他们正处在北斗的家中 与此同时 苏星堂也带着美菲拉斯事件中重要的证人 扎拉布希人来到此处商量对策 虽然美菲斯特已经被金子狼击杀 可他生前布置的计划 依然在有条不明的进行着 他在临死前 拼命传送了一艘舰船来到地球 目的就是为了从内向空间门中 穿送某个巨大的生物 事情发展至此已经很明了了 显然美菲拉斯的背后 依然隐藏了一个更加强大的主谋 奥特曼之前所做的一切 都是这个主谋计划的一部分罢了 对于现在警惕的几位奥特曼来说 静观其面才是上策 但对于奥特战士来说 按兵不动显然不是他们的风格 因此朱星团和金子狼组成联盟 想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拯救这个世界 于是他们回到科特队 打算探寻有用的情报 可如何突破门口的保安 却成了一大难题 这个证实 赵拉物信人突然出现 他变作艾斯的模样 吸引了保安的注意 朱星和金子狼 则是通过下手道 回到了基地内部 在经过一番伪装之后 成功通过了守护 来到了内部 查看奥特曼的战斗出去 在经过一番调查之后 他们发现 所有的战斗数据都有被调取的痕迹 而除了科特队的高层 没有人有这个权利 至今发展到了这一步 以探明真相可谓是越来越近了 没错 一切的幕后黑手 正是以科特队高层为伪装的 结盾新人 埃德